就真的是乖乖穿 只有胸部真的大了一個卡 照片看好看的泳衣 到收到的時候就發現我其實根本穿不暈掉 哈囉我是Nit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夏天要怎麼穿好你的內在眉 這支影片其實我之前就一直想要拍 可是你知道基於個人我就是懶 就一直遲遲沒有分享出來 然後就隔了好幾年 沒錯就是好幾年 這個主題我想拍很久了 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本身穿內衣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其實前一陣子才開了一個內衣團購 那這個就是我這兩三年 至少兩三年 都是一直在穿的內衣 所以等一下會介紹這兩款 以外呢還會再跟大家分享 如何就是穿漏背的時候 還有穿泳衣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你的胸型 尤其針對小Cup 針對小胸部的女生來說 應該會很在胸前這兩塊肉 到底有沒有辦法就是稍微擠肉一點點 在進入這一次的分享之前呢 其實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人 尤其是小胸部 有很多種胸型 比如說我是小B 可是對有些人 他們會覺得說 我也是B 為什麼你穿起來比較豐慢一點 可是為什麼我就沒有 原因是因為剛在發育的時候 我媽還蠻在意 我們女生在發育期間的時候的胸型 所以她絕對不會讓我們買 一些來路不明的內衣 一定會買有品牌的內衣 其實我們家一直來 女生都穿慢帶毛巾 然後我真的要說 雖然專櫃的內衣 其實都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然後真的要好看的內� 其實都沒有機能效果 所以你小時候不先好好照顧你的胸型的話 長大之後你的胸型就會有 婦孺 就會有一些骨背的肉 在後面 在穿一些 小可愛或是洋裝的時候 會讓你這塊的位置的肉 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如果你是 正在發育的人的話 建議你還是要先乖乖的穿那種 集中脫高的機能內衣 那 推薦給大家就是 慢帶馬臉 一套內衣其實都蠻貴的 但是 我媽都會在等他 有特價的時候 有那個化車 就可以三件一千塊 就給他買下去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沒有常在 穿那種 無肩帶 或是小可愛類型的上衣 那這就是額外跟大家分享 所以其實 在初期的時候 你要調整你的胸型 是非常重要的 我敢說我胸型算蠻漂亮的 那如果你已經是發育完了 然後你覺得你 對於自己的胸型 還是很不滿意的話 其實還是來得及 只要你乖乖穿 至少半年到一年的 機能型的內衣 集中脫高這種類型的 調整型的內衣的話 其實你的胸部 還是會慢慢回來 以前學到的就是 你只要去上一次廁所 你就是要去調你的內衣 你要讓你的肉 全部往你剝 那這樣子的話 真正的那些後面的肉 或是一些腹 就會慢慢的往前 我姐朋友 曾經就胸型不好 然後 就真的是乖乖穿了 慢帶馬臉 只有胸部真的大了一個卡 我們現在就進入重點 那第一款呢 其實這一個內衣 我在兩 三年前就已經遇到過 然後其實我發現 還蠻多女生 都不知道這一款內衣 這款內衣 其實是對於小胸部 完全是舊性 就是波波小姐 我個人在買內衣的時候 我喜歡這個款式的話 我一定會戴 黑色跟膚色 就是這兩款 沒有太多 那它這一款的話 就是裡面是有一個 幫浦的按鈕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是會 膨脹起來 這個 這個地方就會被膨 它就等於是 是裡面本身的內建的 秤墊 然後它是膨膨的 你可以幫浦到 打氣到 就是一定的厚度厚 所以你就算胸部肉在少 可是它就是可以讓你集中在這個地方 幫你撐高 所以你在撐高的時候 你其實胸型就會非常的飽滿 一般我們在穿 無肩帶 品口 小可愛這類 就是不想要露出內衣的時候 需要貼New Brow 可是我坦白講 我個人覺得我很不喜歡New Brow 雖然New Brow有一點點的效果 但是你貼不好 胸型就長得超怪 再來是 蠻多人會對於貼矽膠貼久的 會不舒服或過敏 尤其對於貼在胸部上 它這款也是有黏膠 只是它是貼在側邊 然後它好處是在 它可以變成像 New Brow類型的內衣 也可以變成一般內衣 但我不得不說它的那個 真的蠻醜的 這個內衣它本身就是有附一個這種 像什麼 肩帶嗎 魔鬼沾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長期 多次使用 然後膠已經不黏的話 你想要換新 它你也可以再換 就是魔鬼沾撕掉 像這樣子 然後它是長像這樣子的一個魔鬼沾形狀 所以你就是針對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左右邊 哎呦呦呦 就這樣 你就這樣把它貼起來之後 它就變成又變成了一件內衣 所以是一個 還蠻多功能的內衣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蠻多人不知道的 我覺得這種內衣很適合 新娘要穿 禮服的時候使用 特別是小胸部的新娘 但如果你是穿那種超低胸的 超低胸超開叉的這種 就可能沒辦法 它沒有到很深低 所以就是要考量一下 通常就把這兩邊撕掉 然後貼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膠帶其實 這個膠其實我個人覺得 它不會讓我過敏 然後它還蠻耐的 很黏 所以它在貼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撥你的胸部 麻薄起來之後 你可以再調整 然後膀部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沒有辦法打到爆炸為止 打到破裂為止 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等於是說你要穿 呃 露背的也都沒有問題 那我喜歡這一款的原因是因為 它一方面可以做膀部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的胸部有很明顯的 差半Cup 或是差1Cup的時候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膀部的作用 你可以選擇 左邊要膀部 或是右邊要膀部就好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穿露背的時候 它會稍微露到一點點你的膠帶 但是不太明顯 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穿一些大露背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再來的話 如果你穿露背會沒有安全感的話 它後面會有一個扣扣 是可以扣透明肩帶到另外一點去 等於說它變成是一個 平口內衣的概念 然後我喜歡這一款是因為 它的那個內衣的 特邊的那個罩背是很薄 所以你在穿它的時候 它是可以把你撐起來 然後它會完全的服貼在你的胸型上 所以會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弧度 那如果是針對要穿 禮服 禮服或小洋裝 然後你有想要就是露美背的話 不要有肩帶的話 這一款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我自己穿是B 它好像是最小的 是B開始 第二套呢 就是我最近發現還蠻常穿 然後比較懶惰 最近蠻喜歡穿一件式的洋裝 然後它可能是細肩帶 或是一些細肩帶的上衣 我都喜歡用這一款 那這一款就是我前一陣子有做團購的內衣 沒有看到它裡面很可愛的設計 就是它有手捧形狀 很可愛 然後它的手捧是一個厚厚的形狀 這個其實是這個廠商最先的一個設計 然後但是它當時在做的時候沒有想到會被仿 所以其實外面很多賣這種裡面有手捧方式的 你買你就知道有差別 因為它的手捧非常瘦非常厚 它的平口很漂亮 其實就跟剛剛介紹的第一套很像 它的特別是在它裡面真的更厚 就是可以直接 我要直接穿嗎 它就可以直接扣完之後 就直接穿套一件衣服 所以如果有些人會覺得夏天還是要貼腳帶 會覺得太麻煩的話 這一套就是還蠻方便 因為它就是直接套完之後 這樣稍微調整一下 鬆布就跑出來 這一套其實老實說它沒有防滑 所以如果你是大鬆布的人的話 這一款就比較不建議沒有肩帶的狀態下 因為我們小胸部沒有太大的重量 所以我覺得效果還可以 再來第三款的話 也是當時團購的其中一套 我當時團購就是這兩套 第二套跟第三套 也就是這套 那這一款的話呢 它們的名字都太長了 所以我每次在跟廠商溝通的時候 都會一直不知道他們叫什麼 譬如說會叫它葉琴 因為它也可以睡覺穿的一個內衣 是說也可以運動 但我個人覺得 以小胸部穿的話的運動 那個胸型太低了 我會有點覺得好像太露了 所以我就不會拿它來做運動 在家裡的話我會 一年裡面我大概至少有八個月都在穿它們 這一款 就是它就是完全很舒服 其實它就有點像是 BRA TOP或是SPORTS BRA的概念這樣子 有分膚色粉色跟黑色 像我現在裡面穿的就是這樣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點是 小V 可是它沒有到深V 所以如果你像我現在這一套 你就是這樣交叉完之後 這個V的深度 它都還是可以穿起來 然後沒有任何的 肩帶跑出來 或罩杯跑出來的問題 然後像這個的話好像 也算是比較針對小胸部 然後它尺寸是用ML來做分類 那它最小就是M 像我就是拿M 所以可能就是ABCCOP的人穿M 可能CBE的人穿L之類的 這個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自己去問廠商 我會把全部的資訊 放在資訊欄底下 你們都可以去看看 那這個就是我很平常 然後喜歡穿的 那它就是 它就長這樣子 沒有鋼鎮 就是無鋼鎮款 黏值的無鋼鎮款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 扣的話就是三排兩扣 像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穿很平凡 所以其實穿到後面 我會感覺到這邊會有點疲大 就意味著是要換一件 然後像我自己有時候很懶得 因為它是很細肩帶 等於說我今天如果穿是 膚色的小可愛 或者是粉色的小可愛的時候 或是黑色小可愛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穿 我就不太在意就是說一定不可以有肉肩帶 因為就是變成很像是兩條肩帶的感覺 那這就是第三款的介紹 最後一款就是大家應該也蠻在意 就是夏天嘛 就是要去游泳 然後你就會想穿漂亮的比基尼 像現在市面上 最一開始還蠻驚呼就是 大家的那個泳衣 就是VOLDA SWEET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所以它在穿的時候呢 還是可以把你胸部 擠出一點點的勾跟一點點的肉 然後後來就好像也有做了一個比較wave的 就比較平價一點 然後也是就是可以幫你的胸部 稍微集中跟有肉一點的三角 比基尼 但因為呢 我們通常女生嘛 這個腦部很弱 可能看到MOMOMO的牌子 或是國外MOMOMO的牌子 就會覺得哇 它這永遠好漂亮喔 或者是有一些很漂亮的 連身有裝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穿 可是你一買到的時候 它沒有墊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 那我完全無法穿 因為一穿上去 要嘛就是基塗 要嘛就是完全沒有胸 就平的 看起來就很像小朋友在穿 當然現在是小奶當道 只是個人就是 我也不會很在意說我胸部小 但是我會覺得 有時候就是穿衣起來的感覺 就是那個比例 因為那個型 這邊就是少了一個圖 你知道嗎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太平衡的時候感覺好慣 就這邊這樣 我們就不小心買了一些 照片看好看的泳衣 然後來到收到的時候 就發現我其實根本穿不運了 沒有關係 現在這些的泳衣呢 都可以不用對外 自己還是可以穿喔 當然還是要看款式啦 秘密武器就是這個 雙墊 這個雙墊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早期我看的時候 我一直也以為 就它就是一般的 像胸貼一樣 像NewBRA一樣 我一樣也是一黑衣服都戴 因為黑服是畢帶色 那它就是長像這樣子 發現其實蠻多人 還是不是很知道這個款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完全可以下水 然後它就是貼在你的 比基尼裡面 我們就先來示範吧 那這件也是一件泳妝 然後它是H&M的 可是它完全沒有襯電 因為礙於黃標的問題 我就不露我的肉體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直接這樣子 內衣外穿 用衣外穿 那就是先把這個撕掉之後 正常來說我們都貼在胸部上 但是這個不一樣 是因為它是墊在你泳衣上 所以你就只要把它塞在裡面 調到一個型不會跑出來 你就這樣子就好 如果你要不要穿內衣 就可以看得出來那個感覺 各位觀眾 一件內衣 裡面沒有內衣 只有一件衣服 跟一件泳妝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剛剛的胸部 是不是變很多 好 沒關係 看喔 那就是撕掉膠帶之後 把你的泳衣拉出來 然後貼在一個 你覺得可以撐脫出你的胸部的範圍 胸部至少有比較油 這邊全部都是雙墊 然後你再看這一邊 調整完之後 你也可以看到這邊的勾勾已經跑出來了 然後這邊還沒有 另外一邊再貼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記住現在這邊有勾 這邊沒勾 你看看 你看看 有沒有勾 沒有 對啊 所以胸部就又恢復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針對 呃 泳衣 如果你覺得 你還是想要有一點點肉脊出來 覺得整體比例看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好看的話呢 這一款是不能缺少的 但這款呢 我是在網路上買的 所以它可能很便宜 然後一百兩百塊 我不知道 超級便宜 然後它是沒有牌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應該蝦皮可以找得到 那關鍵字的話 其實因為這是很久之前買的 所以我也不記得猜到什麼名字 呃 你可以 你們可以查一下關鍵字 比如說是勇衣專用胸貼 勇衣專用鎮墊 看看它上面介紹 應該可以找到這種類型的東西 像這樣子 好 那就是我平常夏天到人必準備的一些內衣款式 那希望我們會喜歡這次的介紹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給心 那我希望我的給心有幫助到你們 那如果喜歡的話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